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自然療法院理的第二季 大家是不是發覺聲音不同了 沒錯了 我就是你的新節目主持人 叫做Sam 第二季就會有兩位主持人 一位就是我 另一位就是Tina 相信大家很快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繼續有我們的嘉賓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Sam 我們上一季大約一個月 袁醫生去進修 很多聽眾都想知道 袁醫生有什麼收穫 有什麼帶回來給我們分享一下呢 其實我很幸運 我每次出差 去外面探討一些新的工具 或者上一些課程 都大有收穫 今次我回到加拿大 去上兩個星期有關同類療法的課程 其實這位老師我認識很久 也是我醫學院的同學的哥哥 這位老師在同類療法 最近有很多新的發言 其實他所發現的東西 都不是有什麼新的東西 只不過他發現了 原來同類療法 如果我們是做得好 做得正確的話 那個效果是驚人的 我幾年前回到加拿大 跟我以前一個同事 同學聊起來 他告訴我 關於這位醫生的資料 所以我一直都 有這樣的打算 最近趁我來的診所裝修 我都趁這個時候去加拿大 這位醫生 Andre Sand 他現在在滿地學 Montreal 他說同類療法 那麼多言離 由230、250年前 哈尼曼醫生 一位德國的醫學家 他也是一位語言學家 一位藥劑師 發掘了這個醫療 他可以說 在人類史上 是唯一一個人 在他一生之內 發掘了 或者重新發現了一種醫療的工具 從而將它完整化 整個醫療的過程 醫療的哲學 理論 實踐 藥物的怎樣製造 怎樣去應用 怎樣去問診 怎樣去試驗這些新藥 可以說 絕小絕小 人類史上 從來沒有一個人 好像 薩米爾哈尼曼醫生 是一個人 一手創立一種 以及完整一個醫療 好厲害 但問題是 二百這麼多年 三十、二百五十、五十年來 同類療法 雖然很多國家很盛行 但亦都可以這樣說 很多地方都發展不起 在美國曾經輕盛的時候 差不多有三個醫生 有一個是同類療法醫生 當時也有三十幾間 同類療法醫學院 最早期的醫學院 收了很多所謂黑人 和女性的學生 是同類療法醫學院 所以同類療法一直都很開放 但慢慢地就在北美洲 西方國家就沒落了 雖然它是起源於德國 有時候我們都歸咎 為什麼呢 同類療法 如果是一種這麼好的醫療 為什麼會發展不到呢 發揮不到呢 其中一個原因 同類療法可以這樣說 是一種醫學難精 要好好地用同類療法 而得到一個驚人的效果 是需要很多的心機 以及很多時間 很多人 在我們現在 尤其是今時今日的文明人 現在這麼忙碌的生活 以及診所、醫院的環境 很難好好地應用這個方法 變成很多醫生 很可能發現這個效果 沒有他想像中那麼好 慢慢地就是減少或者放棄了 所以今次我去到之後 我發現 美國在70年代 是復興 同類療法復興 由George Verstogas 這位 本身是一個工程師 將同類療法 是用另一種教學的方法 在美國是令到 復甦回來的 但到發展到今時今日 2011年 原來在北美洲 同類療法 亦都開始沉靜了下來 最主要原因是 原來同類療法 是用得好是不容易的 所以很多醫生 沒有這樣的能力 好好的去用這個工具 從而拿到好好的醫療效果 於是很多人慢慢地都放棄了 但我這位同學的哥哥 亦都我以前認識的是 我早期的其中一位教授之一 他就開始解釋給我聽 原因就是 我們大部份人 用那個方法 是偷工減料去做 所以他就拿不到這些效果 他認為 其實很多同類療法的寶藏 在古時的古典說得很清楚 一個好好的中醫 往往他不只是用現代的中醫教科書 他會看回《皇帝內經》 《本寵綱》 他會回到古典去尋求那個智慧 其實同學療法 可以這樣說 那個早年的智慧 是比現在後來的醫生 慢慢地沖淡了 變得他用的方法 不是那麼純正 於是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那麼我這位老師 他就可以這樣說 他就鑽研了二十幾三十年 你可以看到他所做的事情 他根本是一天所有的時間 都是用在同學療法的鑽研 很有趣 我跟他太太談 我說 我覺得我這位老師 他經常都在書房裡鑽研 都不理家裡所有的家庭那些細節 他說是呀是呀 我好像一個寡婦 照著三個嬸仔 這三個嬸仔 兩個就是他兒女 其中就是這位老師 這次我發現到 原來在一個大師級 用同類療法 那個效果是驚人的 驚人到怎樣呢 因為在課堂裡 他有很多示範 教我們如何取得個案 他以他這麼老經驗的大師 去採取所謂病歷的案件 他花了五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以前我預計一個小時 我看病人預計一個小時 其實以他這樣的級數 他用五個小時 他重新示範給大家看 拿一個案件 應該要怎樣 是很詳盡的 你要問病人的病狀 就是所謂的主數 由主數裏面 你要知道很多有關主數的問題 例如這個病 如何影響他 那種感覺如何 就是說痛不夠 如何痛法 還有什麼環境之下 會痛得厲害些 什麼環境之下 會痛得少些 還有起因是怎樣 大概的起因是怎樣 還有有沒有半症 還有部位 就是不同的部位 是有不同的療劑去處理 你可以這樣說 他每一個主數 可能花15分鐘半個小時 問得很詳細 15分鐘 然後他要了解病人的整體 例如他的生活習慣 生活環境 如何影響他 他怕冷、怕熱、睡覺如何睡 夜睡覺的人 以及睡覺的時候 他的睡肢是怎樣 他吃東西有什麼喜好 有什麼可以吃 有什麼不可以吃 有什麼可以吃 都會不舒服 就是要問得很詳細 他考不考核 喜歡喝冷水、喝熱水、喝冰水、摺水 喜歡不喜歡咬冰 大小疑便 就是中醫所謂望文文徹 當然問 在一般醫學裡面 都應該佔百分之八十 就是精力已經打去看 同一個療法 可以這樣說 在一種醫療裡面 問診的資料 應該是最詳盡的 然後你要了解 病人的精神狀態 心境狀態 以及他一生的經歷 始終每個人有病 都是因為我們那個 我們叫動態頻率 是因為受了外來的壓力 或者內在壓力 外來壓力 導致他失了平衡 失了平衡之下 我們有很多症狀出現 同一個療法 有這個表現出來的症狀 去了解他的身體 平衡在哪裡 如何失去 以及有什麼療劑 是吻合的 好了 了解了他的精神動態 人品 性格 當然很多時候 你只問病人 病人未必自己那麼清晰 所以你問他家人 周圍的人 他太太、女朋友 他先生 或子女 問了之後 你才可以全面了解這個人 一生的經歷 你想想 真是不容易 我想很多時候 有精神科醫生 都會企圖做這些事 但我肯定 他們了解病人的角度 是沒有和療法那麼全面的 好了 他首先 了解整個病人之後 他就要找一個重心 病人的重心在哪裡 我們很多時候 和療法醫病 不能只看病徵去醫 病徵不是主要的對象 我們要找一個藥 是能夠平衡這個人的頻率 你問的時候 可能他問了幾十種資料給你 你這樣之下 你未必是找得到重心 所以你找到重心之後 你開始用我們的 我們叫做reparatory 其實那個症狀的字典 現在已經很幸運 電腦化了 他進入資料 這位老師很熟悉 他一路問一路進入資料 然後你就要分析一下 有這麼多種療劑 是可以包括到他所說的 精神狀態症狀 整體症狀 和病症狀 哪個療劑應該是 最全面全面都包含了 所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但如果你是做得到 你的醫療效果簡直是不可思議 好了 有些人會問他 你看不看這個病 他通常會問一個問題 這個病人是否還在呼吸 你呼吸就答 他給我們這個病歷 全部都是懸難雜症 死症 一般人的醫生認為死症 不能治療那些 我們討論幾個個案 其中有些是千山性心臟病 開了很多次刀 整個人在急症室內 已經被人放棄了 他在這些個案 由他救回來 亦有個個案 又是那個人 手指、腳指全部都黑了 基本上也是死症 他用痛療法 一直抽絲剝繭 將他健康回復回來 當然他看的病 全都是疑難雜症 普通病你都不用找他 他都沒有時間 他預約了幾個月 他全部都是其他醫生的案件 由今次的經驗 我這位同學的哥哥 我發現真的掌握了 同學療法的精髓 以及知道怎樣用 總之做同學療法 不可以偷工減療 偷工減療 你拿不到療效 到頭來病人失望 你自己覺得很敏 你遇到病人 你無法治療 你自己也覺得沒有人 所以今次我這個收穫非常之好 雖然他那種方法 我們一般讀書都教的 要你拿整體的症狀 叫做整體的症狀 但怎樣去做 具體怎樣做 做到什麼叫做完整 我始終都不是太多經驗 今次他給我看到 如果你是這樣做好 你用同學療法 應用一個正確的 純正的同學療法的做法 你的效果是驚人的 這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收穫 當然我在那裡 我亦都發現有些工具 譬如有些工具 是一些微電流的 或者電子的熱器 可以處理一些很嚴重的 例如中風後的後遺症 或者迫根遜症 或者肌肉萎縮 始終有些症 有些儀器 似乎在這方面很有效 所以我發掘了幾種儀器 都是在美國不同的地方 我遲些會跟進 接著我就去 去 Sherbrooke Quebec 探訪Gaston Nation Gaston Nation 是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四十年前 六年代左右 他已經在法國巴黎 去到加拿大 他有一種工具 一種顯微鏡 是可以看我們的活血細胞 即是我們血裡的細胞 他發現了 我們的身體裡 有一種微粒 它叫做SOMATIC SOMATIC 可以這樣說 是比我們的細胞核裡 更細微的 可以說是生命的來源 這種SOMATIC 是不能夠毀滅的 就算他離開了身體之後 他也會在一個 所謂的潛伏期 存在在宇宙地球上 在適應環境下 他就會製造生命 SOMATIC 簡單來說 可以說是一種 能夠吸取宇宙能源 成為生命的物質 在他一個特別的顯微鏡 他當時設計的顯微鏡 可以有三萬倍的放大 他可以看到血液裡的變化 他被發現了 如果一個人在病狀之下 這些SOMATIC 就會產生十六不同階段的變化 但是如果一個人在健康狀態 這種所謂的SOMATIC 會停留在某個形態之下 他有顯微鏡 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人是有病 包括癌症 或者其他免疫能力 或者衰退的疾病之下 我們的身體就會發現到 血裡面 發現到不同形態的血的物質 他知道 這就代表人有病 好了 接著 他就發現了一個新的工具 叫做714X 一種是含有CANVER的 一種張腦的物質 他就可以注射到身體的淋巴 就可以阻止我們身體的細胞的變化 即是退化 從而可以令很多人的免疫能力 康復 令我們白血球活躍 他當時醫了很多病 包括很多癌症 當然 這個資料 一般的細胞生物學 都不認識 他都不知道有這種 叫做SOMATID 這種形態 亦都不知血裡面 可以這樣變化 當然 他最可悲 當時 雖然他的醫療 治療了很多很多人 包括很多嚴重的癌症病人 他就被醫學界陷害他 告他 打官司 有本書是講他一生的經歷 這本書是很有名的 是Christopher Byrd 是講Galileo of Medicine Galileo of Medicine 是講Galileo of Medicine 你知道了 Galileo在早期用望遠鏡 看到我們的星球 當時的教會 迫害他很厲害 將他關起你 不承認他看到的宇宙天文的現象 其實Galileo of Medicine 都是遇到同樣的遭遇 這種工具 我過去也有很多其他同行 專門醫癌症的朋友 都用的 所以我這次就順便去那裡 花了兩天的時間 他們很客氣 招呼我們 解釋給他們聽 給我們一個workshop 從而我們了解到 有更加這兩個工具存在 好了 這是第二個大收獲 第三個大收獲 你知道在Qubeck 有一位醫生叫Justine Lantock 一位女婿 她寫了一本書 我也是大量推薦 多些人去看的 她這本書 是講Medical Mafia 即是醫療黑手黨 它是講整個醫療的黑幕 我們的醫療是哪些人控制我們的 每個階層 最終現在基本上 最高上面的是藥創大賽團 她控制我們聯合國 聯合國出現的世界世衛組織 世衛組織 控制我們每個國家的 醫療策略和醫療程式 這個組織從而以一個世界性 統一化的醫療和衛生和食物的標準 從而控制每個地方政府的有關部門 醫學院和教授 當然能控制到教授和醫學生 整個局是怎樣報出來的 那本書講得很清楚 但Justine Lantock 結果因為她建議一些人 提出疫苗注射問題 結果被醫學界除了牌 她發現了很多人類地球上的問題 都是一種世界新秩序 她在部署中 她將資料在她組織裡 將資料整頓後公佈出來 她最近出了十本書 其中一本是當時公司 有一個夥伴 原來她很認識她 她說 Justine Lantock 有一個十天的workshop 在 Quebec 十天的workshop 很厲害 她在做什麼呢 她將新的理念 給更多人知道 希望那些人不要猛成城地過日子 都不知道這個地球發生了什麼事 我發現了 原來她有很多新的資料 將來我會將這個資料 拿來香港 讓香港人更多了解 因為其實這方面背後有很多資料 而且我過去看的資料 都是很瑣碎的 但Justine Lantock 將整個世界的局面 十本書仔很清晰解釋出來 這對我來說 有一個很大的發現 因為我幾年前 跟Dr.Lantock聯絡 我想將她的書 翻譯成中文 其實她基本上已經答應了 但我苦於太多工作 我都未曾進行這件事 原來她有更加好的新發展 可以這樣說 將來我有很多更加好的工具 可以處理一些神經系統破壞的問題 可以經肌肉萎縮 神經系統萎縮的問題 所以可以這樣說 今次的收穫非常好 所以不枉此行 簡單來說 聽到真的很厲害 今次收穫超級豐富 是吧 我們在休息前 講癌症的十二個項目 我們就講六個 今集我們會講 另外六個 下半部分 我們先跟大家 略略地講一講 我們初初都幾個大項目 你還記得嗎 你有機會聽到我們講 上一次的六個項目 當然有 第一個就是 直接殺死癌細胞 有什麼工具 直接對付癌細胞 一般西醫都企圖做這件事 用化療、電療 但始終它的工具有很多副作用 也有很多天然工具 都可以達到這方面的效果 這是第一個策略 第二個就是排毒 對 始終癌是一種毒素內聚 很多病都是毒素內聚 在西方自然醫療的理念 知人所餘病是兩個主要因素 毒素內聚、營養不良 所以 包括癌症當然是同一個原則之下 原因之下出現這個問題 第三個就是增強免疫系統 大家都懂得說 用身體免疫能力強的 百病不侵 有什麼在處理癌症的策略裡面 當然我已經用一些工具 可以加強身體免疫能力 第四個就是簡性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酸鹼度 聽過外面很多人都這樣說 酸性是導致我們身體的患病 酸性的環境 受到很多病 所以我用簡化的方法 簡單來說 梳打粉 和上支都跟大家分享過 沒錯 第五個就是氧化 1931年 Auto Warburg提出一個癌症成因的資料 拿到諾貝爾獎 他說癌是我們身體細胞 氧化的機制出現問題 所以我們身體才出現癌的熱象 第六個就是酵素的問題 這個就是Dr. Kelly 他發現身體我們個人都有癌細胞 如果我們身體酵素的份量足 所有這些癌細胞一出現就被我們消化了 我們身體的酵素消化了 所以處理其中一個方法 用酵素 即是身體平常都有的消化酵素 胰臟酵素 其實上個六點是一個很大的 但是在我們處理的策略上 我們第七點當然要維持支撐我們身體的吸收能力 你看到很多病人 如果癌症病人 其中一個出現的病徵是什麼 就被人消瘦 如果嚴重一點 就叫做Cacchia 簡直是孤瘦 簡直是瘦到皮包骨 當時是美其 但是一般人們開始覺得身體有變化 就說突然之間體重無緣無故之下消瘦 他不是因為減肥 他不是因為絕食 又不是因為吃少東西 他突然之間覺得身體消瘦了 或者覺得視力開始模糊了 或者開始覺得消化能力弱了 這種情況之下通常也是一個癌症的症狀 所以在我們處理癌症病人裏面 我們一定要維持人的吸收營養能力 我用很多工具 例如Alphalpha Tonic 一種木树芽菜裏面取出來的營養素 很多時候病人或者病後 胃口變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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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開胃茶 這就是Alphalpha Tonic 一種木树芽菜裏面 我用酵素 靈芝酵素 沒錯 酵素本身已經幫助癌症 酵素也幫助身體 將食物完整地消化 身體不消化的話 會發酵 會出現藥氣 放屁 反應身體的消化能力弱 所以我需要用酵素 幫助你完整消化 令食物可以吸收 酵素很重要 我亦都用了一種抑菌 一種在蘇聯所謂 不是發言的一種工具 是一種乳酸的 叫做Lactobacilluromosis 這是乳酸的酵菌 這不單是抑菌 亦都發現它對癌方面有幫助 接著我會用多種營養素 我有一個產品叫Holy Immune 多種營養素幫助身體 至少營養狀態不要減少 我也知道有些特別的工具 是幫助病人 當它變成Cacaxia 即是沽瘦的時候 有一種叫Hydroxene修肥 一種特別的礦物炎 是幫助病人處理這些營養不足 營養吸收不到的問題 所以在我們的策略裡 我們都會包括這個手法 第八 我們會視乎身體受影響的器官 譬如它的器官是心臟方面 我們會給予營養素 處理心臟 譬如我們產品叫Hard Plus Cocutane Taurine Amino Acid Alcaladine Alcalocene 這些都是幫助我們心臟 產生足夠的能量 肝有些护肝素 Lipotropane 這些有些草本方面 草藥是幫助我們肝 如果是腦部方面的問題 現在比較有效的 Phosphatidylserine 一種肝基酸 Alpha-Lipo-Acid 這些都是幫助我們腦袋 胃方面 有時候我們消化茶 薑茶 Ginger 這些 視乎我們身體哪個部位需要 當然睡覺很重要 始終一個人睡覺 身體是靠睡覺 是回復精神的體力 如果一個人長期失眠 可以這樣說 你的身體不會好得到哪裏 除非有些小部份的人 他根本就不需要很多睡眠 但如果你真的睡眠不足 你的身體其實很難康復 尤其是小孩子來說 如果他睡覺不好 當然他身長荷爾蒙也會有問題 會影響他成長 也有很多研究發現 小孩子如果睡得不好 他的學習能力都很差 所以我有很多這些工具 例如褪黑激素 有些草茶包 是幫助人入睡睡眠睡得好些 如果有些時候肺炎方面的問題 有些草藥 叫Aspito-Sperma 是幫助肺炎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同理療法的療劑 是體乎部位的幫助 所以我們也要用一些方法 支撐每個受影響的器官 這方面的 第九就是我們飲食 生活方式 以及個人的處理方法 很多時候人們都會說 飲食飲食 很多時候都會問 有些什麼可以吃呢 尤其在癌症的時候 有些什麼飲食方面可以改善呢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的飲食習慣是很完美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不會有癌症的 話雖如此 沒有一個人的飲食是完美的 所以就 雖然最近有一本新的資料 是叫做Cancer Study 是關於在中國 和Cornel大學的Dr. Campbell 和中國政府幾個部門 研究飲食習慣和癌症的 這本書叫做Cancer Study 很出名的書 基本上他都發現 在中國大陸 有些所謂比較上鄉村的地方 那些人的飲食習慣 比較上是近乎於小肉 多數的 還有吃多些土生土長的食物 他們癌的成因是少些的 這方面都有的 簡單來說 有些什麼我們要做到 在飲食方面 當然我們最基本上 不要喝酒 喝汽水 煙酒 那些一定不可以做 然後我們有五件事要做 第一 任何糖分都不好 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有癌症的時候 要把所有的糖分都戒掉 就算是蜜糖也好 也要有適量 我們通常有什麼代替呢 就是用Stevia 那種草本的植物 最近禁了一輪之後 就被人開禁了 這是很多年歷史的 很多食物 例如日本都用這個 做為一個天然的代糖 所以如果你是族然喜歡甜味的食物 你可以試試用Stevia 或者用黑椒糖 黑椒糖裡面 甜味當然沒有一般的蜜糖那麼高 但它的礦物也很豐富 怎樣也好 任何的糖分都要減少 第二 任何精煉的食物 或者製作的食物 叫process food 在這方面都是不好做的 就是吃一些直接上製的食物 就盡量不要吃那些加工的食物 即是完整的食物 原整的食物 所以如果你到外面 盡量少去外面吃東西 當然香港也有少數量的 有機食有機的 有機的食物的餐廳 但這些當然不是一般人懂得找的 通常要上樓去慢慢找 所以process food 一定要介紹 還有肉類方面 都要小心 尤其是早期的時候 都要去介紹這個肉類 不是只是說紅肉 其實所有的肉類都要介紹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身體是需要很多酵素 來消化肉類 所以就算是海產類也好 在這個時候 你也要盡量減少 你身體是需要40%的能量 用來對付這個癌 所以你不要把這些能量浪費 幫助你身體消化 所以很多時候 在我們處理癌症裡面 尤其好像外國的 叫Gerson therapy 用生肌飲食 在早期是這個很重要的 好了 第五是要介紹那些牛乳類的食物 例如Dairy milk 雪糕 芝士 Butter 這些都是比較難於消化 還有我們亞洲人 對牛奶方面很容易敏感 其實敏感的牛 有不同的品種 有些大部分我們接觸到的牛奶 都是那種品種 導致我們叫做Lactose intolerance 我們身體的乳糖 是不足夠來幫它消化的 好了 第五類的食物 我們要介紹 就是所有的Glutin 它有麵筋類的食物 或者是精煉的澱粉質 白麵包 那些Cereal Pasta 百分之三十的成年人 對這些麵筋 都會有敏感反應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要小心一點 我們也要了解 升糖值 叫Glycemic Index 因為有些食物 會令你的血糖飆升很快 所以這一類五類的食物 都要小心 作為一個癌症的病人 當然有些什麼可以吃 其實也有很多可以吃的 吃什麼呢 就吃一些完整一點的生的蔬菜類 因為吃多些沙律 我以前也和大家聊過 沙律都不需要全部生吃 譬如那個Asparagus 那個蘆筍 在我的資料發現 蘆筍 就算冠桑的蘆筍 都有處理癌的能力 多方面 沙律油盡量不要用普通的商業的 外面的沙律油 橄欖油 橄欖油 柠檬油 檸檬汁 當作一個沙律油就好 最常用一些深色的 綠色的葉綠素 這方面的食物 例如Kylie Spinish 菠菜 Broccoli 椰菜花 Cauliflower Cucumber 這方面 洋蔥 Bell pepper 這類的 Reddish Tomato 紅蘿蔔 Carrot Sprout 所有的發芽菜 這方面都是最好的 當然盡量要去生食 有薯仔 我也聽過有些人用薯仔汁 生薯仔汁 要不然你用薯仔 偶爾吃其實都是好的 麵包方面 我叫做Sprouted Breads 即是發酵過 English muffin 有些好一點的健康食品公司 有些麵包都有這類的食物出現 就算吃麵包也好 盡量不要吃那些有防腐劑 這方面的食物 如果吃穀類的食物 吃一些小米 Millet Qua 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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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水果有时候人们就用水果和蔬菜搅拌机 全部包括渣打换之后来喝 所以其实不是没有食物 肯定是要好好地去改善 生活方面除了食物方面 我们都要留意我们喝的水 因为绿气和枯都是好致癌物质 我们建议人们用一些好些的过滤水 尽管花灾也好 我们有些花灾的专门隔类绿气的花灾 包括你平时洗面的水都可以做到 家人的用品方面 尽管用一些天然的 千万不要用化学来做染发素 很多的紫卡油、化妆品本身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在多方面我们都要留意一些 明白 很感谢袁医生第一次跟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是时候休息一会 休息完之后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好了回来我们《自然疗法与你》的第二节 上一节袁医生就和我们分享了三个点 就是增强吸收、抗氧化、饮食和生活习惯 剩下三个点 我们请袁医生继续和我们分享 我知道癌的细胞 我的身体有个能量体 中医所谓有气、有静气 在医学上也有生命力 其实我们身体最主要生和死的分别 不是细胞存不存在 细胞化学程序是否进行 其实最重要是否有生命力 其实我们身体的细胞很明显 是很视乎我们身体的气场和细胞的生命力 所以在医疗策略里面 其实很多医疗的对象 都是想办法提升身体的生命力频率 用一些所谓的能量器或磁场方面来处理 好了 在我们的工具里面 其实在外国有很多这方面 用了能量水 如何都好 总之是将能量调教过 提升过 专门是用来处理癌的问题 如果你发现这些物质 其实没有什么存在 即是在一般的 我们现时的科学 唯物科学的领域里面 完全看不到什么特别 但我们都知道是很重要的 好了 有一个概念叫做geopathic stress 因为地球里面地下 是有很多电池长波的 是会影响我们的 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 曾经是我做过电台的电视节目 其实这个节目以前是很流行的 叫做星期二档案 我记得那时候 他们曾经说 电视台是跟进一个案例 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 他们有很多癌症 发现原来他们的成家 是吃微波炉的食物 工人习惯上 将食物先煮好 然后大家都用微波炉 再处理了 餐餐都是这样的 结果成家都有癌 当然没有出街 你知道这些资料 一般的大众传媒 是不会告诉你 它是伤业的因素 可能微波炉公司会告他们 所以他们根本说不到这些 好了 他也发现 香港有些地域的地方 癌症似乎比较多些 其实原因在外国也有探图 有一个叫做geopathic stress 这是跟我们地下水流向有关的 在这种地带 你会发现 它的电磁场是特别猛的 在外国有些人用一些特别的仪器 简单的用一些叫做dowsing rod 用一些中文不知叫什么 dowsing rod 他就拿着这些棒 就可以去探讨睡眠的地方 睡觉的地方 因为你整天在这里 八个小时都在这里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动物是会避免那些地方 好像有些动物是喜欢那些电磁场 有些电磁场 叫做沉龙棒 有些人用一些去找地下水 这叫做dowsing rod 一种简单的仪器 我也听闻有些比较精细的仪器 可以帮助你去找这些地方 你要避免这些可能性 但当然 大家最近在加拿大 我在报纸上也看到 有11个科学家 发现我们的手机 长期用手机 令到我们脑癌的风险大大提高 他的经验就是 如果一个人每天用15分钟 用手机听电话 7年之后患脑癌的机会 他说了一种Glioma 这种脑癌 其实很难医的 这种脑癌 是增加70% 他预测 不知多少年之后 我忘记了 好像10年之后 20年之后 脑癌会增加20倍 这种脑癌 这些资料 永远有人 有科学家 是合理的 但大家自己心里有数 我亦都发现 同样的疗法 因为我用的疗剂 全都是能量 不是一个物质 但有时候 有什么可能会中和 原来手机都会 所以我们很小心 如果我们身上攀带 这些疗剂 或者储存疗剂 那些疗剂的地方 千万小心 不要 手机那方面 不要摘得太密 这些都是要留意的地方 即是不要用太多手机 手机也是 电池场方面 都很重要 明白 还有我们的策略方面 就是荷尔蒙方面 我们身体的荷尔蒙 当然 起码是乳癌方面 很多时候 医生建议病人 就是乳癌之后 处理了之后 用一种叫做Tamoxifen Tamoxifen是一种腮弱 是减低身体的刺激素成长 他的理念就说 是我们身体的刺激素 是其中一个 导致病的成因 好了 那么 最后的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身体情绪方面 这个是一个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德国有一位 癌科的医生 是Dr.Hammer 他自己就发现 患上了高丸癌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 很健碎的身体 怎会出现这些高丸癌呢 他就觉得 原来 几年前 他的儿子 在一个电单车的意外 里面 过了身 对他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他在这个经验之后 他就开始去看 他过去处理过很多病人里面 他发现 果然 他们很多人都有这种 这样的经历 有一种创伤的情绪 创伤的经历 他于是 他会检讨回他们 照MRI里面 那个脑脑的磁力共振 他发现 果然他看到一些痕迹 他有一些 不应该出现的影 在MRI里面 他发现 这个也是 代表他身体不同的器官 出现癌症的部位 当然这种理论 都被人被正统的 所谓传统的医学界 流行医学界 都排析不承认他 他于是 于是 专业癌症方面 他很着重于 输解的情义结 他输解了之后 他发现 很多个癌症的康复 是好了很多的 他有一个网站 叫做 NewGermanMedicine.com .ca 他说这个方法 是 他很强调 我们的精神状态 是很影响我们的 情绪都影响得很大 所以在我们的处理里面 我有时候用一些 用一些 meditation 那些 音乐 用音乐各方面的治疗 和气功 和呼吸方面 就是舒缓我们的情绪压力 明白 这也是我们的医疗策略里面 是很重要的 明白 我听完原医生 分享完这12点之后 我代称重问一个问题 如果不幸证实患有癌症 一般人就会很害怕 应该如何面对 还有什么指引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 癌症不是急性毛病 通常癌症是需要很多年 很多年才会形成的 给你一个例子 譬如这些癌的流肿 可能初初 好像一粒蚊枝那么小的时候 它要大约12到20年 都会变成一个 像合图那样大的 我们讲10年20年 所以大部分的癌症 都是一种长期慢性的过程 所以千万不要被人诊断 他说有癌症 以为急不待及 就当作急症去处理 就是慢慢来 不要太紧张 明白 而且在这个选择的医疗里面 记住 癌的细胞是人人都有的 或多或少 它发不发生作为 是视乎你身体的环境 内在的细胞环境 体内的环境 毒素的份量 所以医疗方面 记住 你的焦点 要如何把环境改善 体内的环境 不要用焦点 如何杀 明白 当然 现在流行医疗的 着重点是杀细胞 开刀 割掉它 或者用电疗 化疗 全部都是对付细胞 和大家都分享过 很多次 用这种方法 结果来说 完全没有效果 所以 还有 你还没有花很多时间 找到不同的医疗 去试什么 试什么 试一下 用一些简单的饮食方面 营养素 去处理 先不要急 急 去试很多 很多东西 可能在过程中 你身体已经弄坏了 多些上网 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很多 跟医生商讨的时候 小心点 他讲的以下 因为 现在很多西医 他给了很多数据 给你说 其实他说 有效 有效 其实很多时候 效果 有没有效 其实不是代表病人 癌症好 只不过 他的治疗 对流肿 有反应 有反应 意思是 这种治疗 令到流肿的细胞 流肿的细胞 缩小了 缩小了 不是代表 病人因此 而活长了 或者 生命的质素 改善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 这种治疗方法 对癌症的问题有效 其实只不过 反应 反应的比率 不是代表 治愈的比率 明白 所以要记住 要搞清楚 而且你要照顾 我们的生活质素 如何 你跟医生谈 你要大概去看看 生活质素 如何 当然 有时候 如果你的病患很严重 你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去做这些所谓的研究 研究 找一个相熟的人 帮你手 帮你去看看资料 提一下书 始终这些资料 中文资料 不是太多 其实也有很多 但英文资料 是更多更多 所以 如果有个人 能够帮你上网 去收集资料 肯定会有很多 还有 尽量避免去一些 所谓一般的 所谓的 所谓的 主流医疗 的地方 因为基本上 主流医疗 能够给到你的工具 永远都是三种 因为在美国 合法的医疗 在主流医疗 合法的医疗 就是开刀 化尿 和电疗 如果他们不用这些方法 他们是不合法的 所以根本 没有办法给其他工具 给你的 他们不可以给你的 如果有些外国 很多西医 包括有些 留总科的 专科的西医 如果他用了一些 所谓主流医疗 认可的方法 他就会被除牌 所以根本就不用浪费时间 就是你去的地方 基本上 你得到的治疗 都是开刀 化疗 电疗 除此之外 你就不用想 好了 还有一件事 真的要留意 很多时候 人们会采取了 西方主流医疗 因为主要是什么 是燃疏 给钱 很多很多 我都很理解 因为今时今日 经济能力好的人 是不多的 大部分人 都是生活在一个 很贫穷 很贫穷的边缘 所以很多人 经济上 没有足够资源 去用一些 西医另外的 因为燃疏 不掙扎的方法 但你记住 你一说你的性命有关 即是 你的性命 比你的金钱更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 否则在寻求治疗方面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真真正正 要留意这方面 我想问一下病人 有什么需要知道 和他们有什么权益 很多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 去一般主流医疗的环境之下 他都不会给很多的选择 你记住 作为一个病人 你记住 你是有很多选择的地方 在我们所认识 起码有350种西医以外的医疗方法 是对癌症有效的 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都很多 所以你记住 你一定要了解 你一定有个选择权 你也有知情权 这方面的资料 例如其中有一个 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 你可以去找一个网站 是Dr. Ralph Moss Moss Dr. Ralph Moss 他曾经跟一个 美国的Slung Kettering 一个癌症的机构 是做他的PR Director 他最后发现 原来这个Slung Kettering 美国的主要癌症机构 是隐瞞Layatril 即是维他命B17 是医癌症很有效的 他作为他里面的宣传部的主管 他发现这个资料 中心刻意隐瞞了他 他一路之下 他就离开了 他跟着 外面开始做这方面的资讯服务 你可以去找他 他会给一个叫Ralph Report Cancer Report 你告诉你 你的癌症是哪里的癌症 哪个阶段是哪一期 他会寄一个详细的报告 包括你的癌症是什么癌症 一般的情况是如何发展 还有医疗方法 除了一般的主流医疗之外 有其他自然医疗方面如何做 这个就是Ralph Report 他也有本书叫做 Questioning Chemotherapy 这本书我们也有的 1995年已经出了 所以这方面我们觉得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其实你应该是要记住 去寻求多方面的资讯 因为很多时候的人 今时今日 你不知道就很吃虧的 根本有很多很多方法 还有要了解到 现时的主流医疗的医生 其实他都没有选择权的 他都不是说 我认为这个方法最好 用这个方法介绍给病人 是很可惜的 我们医疗政治的问题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 其实很多医生 就算他明知他现在的方法 是没有效 第一他可能不知道其他方法 也都在他所谓的牌照之下 他不敢轻易介绍其他 他自己知道有效的方法 因为他很容易被人脱牌 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时候 要找多些资讯 Dr. Ralph Moss 的Ralph Report 很重要的 他出了一本书 叫做Cancer Industry 就是癌症工业 他揭露 现时的主流医疗 那个癌症是 那个问题在哪里 好了 很多时候 有些人说 我们讲这方面的问题 但到底在现在的 所谓的主流医疗里面 有没有其他医生 所谓的西医 是认同我曾经所说的 医疗方法呢 或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外国呢 很多传统的西医 包括很多肿瘤科的西医 也好 他对癌的意见 都是跟我们所说的很相似的 例如其中叫做Glan Warner Warner Glan GLE Glan Warner 他是一个西医 他也是一个主流的肿瘤科医生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的医疗工业 差不多是数以亿元的工业医疗 他是不断来杀人的 左左右右杀人的 为什么呢 只不过是为了赚钱 很多时候所谓的科研 只不过说 这种毒药和那种毒药比 是哪一种呢 是好一点 所以基本上 他们不会真真正正的 是找一些他们的化疗 医外的工具 所以这是一个赚钱的工业 总之是这样 所以他不会尋找一种方法 是彻底根治一些病人的问题 另外一位是Julian Whittaker W-H-I-T-A-K-E-R Julian Whittaker 他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他说他对癌怎么看呢 他说我对癌的观点 我认为癌就好像心脏病 关节炎 高血压 甚至乎痴肥 这类的问题 最重要 我们要彻底 是将身体的免疫能力 加强它 用饮食方法 营养补充剂 运动 身体本身自己都可以处理 这方面的病状 所以他认为 其实癌和一般的 所谓的 营养方面 新陳代謝的问题 所以他说 我自己肯定 我不会用化疗 或者电疗 因为 我觉得 这种方法 将我们的免疫能力 全部摧毁了它 亦都导致 用这些方法的人 都肯定 身体的癌症 一定是救不回的 另外一位 Robert Aiken 很出名的 Dr. Aiken New Diet Revolution 和Dr. Aiken 他是用一种高蛋白的方法 来减肥 很有名的 这位医生 他说 根本我们有很多 医癌的方法 亦都很多 都是被我们的 用一个 就是我们的 当权的医疗 打压了 下来的 其实现在所谓的 癌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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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化疗 电疗 另外 Harding Jones 我都说过 是U.C. Berkeley 一位教授 他是Biophysics 生物物理学 他说 他的研究 Harding Jones 他是每年 美国癌症机构 每年的 例会 研论会里面的 主讲嘉宾 他的主题是什么 他说了 癌症的数据 生存的 传活率 他的研究 最后 他证实了 如果一个癌症的病人 选择什么都不做 和一些 接受这些 所谓主流医疗的方法 什么都不做 那些癌症病人 他可以活到 是活到四倍以上 up to four times long 那就是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就是我们不会做 花疗 电疗 开刀 我们可能 我们会活得长些 和我们的生活质素 是更加好些的 那这个呢 是Professor Harding Jones U.C. Berkeley的 一个大学教授 当然 他说了这句话之后 他当然 没有再被邀请回去 继续了 那Linus Pauline 大家都听过 曾经拿了两次 诺贝尔奖 其中一个是和平奖 那Linus Pauline 他怎么说呢 他说呢 现时的所谓呢 就是向癌的 对付癌的 宣战呢 就是Wall on Cancer 基本上 是一个大骗局来的 根本是一个大骗局来的 美国癌症机构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和美国癌症学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他根本呢 就是没有尽他的责任 是来到为支持他那些人服务的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 诺贝尔奖得主Linus Pauline 是讲关于癌的真相 就是这样 好了 我是多谢袁医生 和他分享了这么多 关于癌症的资料 和医治的方法 那节目又到尾声了 相信各位听众都可以 从而可以更加明智地 选择医疗的方法 好了 多谢各位听众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好了 下次再会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 hdeling.com.hk